11月12日,广东 据电商行业消息,一男子吐槽在某电商公司打工,双十一刚加班结束就被辞退 聊天记录显示,双十一结束第二天,公司一位员工告诉他你不适合我们公司,明天不用来了 男子顿时心生不满,他怀疑该公司就是双十一忙不过来才招人 所以双十一是用期结束就裁掉自己,没打算真录用 男子回复对方称,需要公司提供的书面辞退通知书,口头告知,不具法律效益 13日,自己会正常去上班,并且需要照常发薪水 13日当天,男子记录自己上班打卡证据并拍摄干活时的视频 男子与主管沟通提出,按照劳动法,公司需要给予补偿,否则就去劳动仲裁 13日晚,男子在社交平台表示,最终事情已经协商解决 怎么会给不到呢,他规定你辞退员工,你没有到半年的话就0.5,超过半年日移 到0.5,4000工资要有2000,这辞退是必须要给的,我也懒得去仲裁,仲裁很麻烦知道吧,仲裁到售室可以拿到2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